骆驼翔子第二十三章 翔子在街上丧胆游魂地走 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 老头子已不拉车 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 扛着根柳木棍子 前头挂着个大瓦弧 后面悬着个破元宝筐子 筐子里有些烧饼油轨和一大块砖头 他还认识翔子 说起话来 翔子才知道小马儿已死了半年多 老人把那辆破车卖掉 天天就弄壶茶或些烧饼果子在车口上卖 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 可是腰弯了许多 眼镜迎风流泪 老红着眼皮像刚哭完似的 翔子喝了他一碗茶 把心中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 你想独自混好 老人评断着翔子的话 谁不是那么想呢 可是谁又混好了呢 当初我的身子滚好 心严好 一直混到如今了 我落到现在的样 身子好 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 咱们这个天罗地网 心严好 有什么用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并没有这么拔宗事 我当年轻的时候 真叫做热心茬 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做 有用没用 没有 我还救过人命呢 跳河的 上吊的 我都救过 有报应没有 没有 告诉你 我不定哪天就冻死 我算是明白了 干苦活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 比登天还难 一个人能有什么伴 看见过蚂蚱吧 独自一个也蹦得怪远的 可是交个小孩子逮住 用馅拴上 连飞也飞不起来 赶到成了群 打成阵 哼 一阵就把整井的庄稼吃尽 水也没法治他们 你说是不是 我的心眼倒好呢 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 他病了 我没钱给他买好药 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 甭说了 什么也甭说了 茶来 水喝碗热的 翔子真明白了 刘四 杨太太 孙侦探 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 就得了恶报 他自己 也不能因为要强 就得了好处 自己 专仗着自己 真像老人所说的 就是被小孩子 用线拴上的蚂蚱 有翅膀又怎样呢 他根本不想 上曹宅去了 一上曹宅 他就得要强 要强有什么用呢 就这么大咧咧的瞎混吧 没饭吃呢 就把车拉出去 够吃一天的呢 就歇一天 明天再说明天的 这不但是个办法 而且是唯一的办法 攒钱 买车 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 何苦呢 何不得乐起乐呢 再说 摄若找到了小福子 他也还应当去努力 不为自己 还不为他吗 既然找不到他 正像这老人死了孙子 为谁浑呢 他把小福子的事 也告诉了老人 他把老人当作了真的朋友 水喝碗热的 老人先吆喝了声 而后替翔子来想 大概据我这么猜呀 出不去两条道 不是交二翔子 卖给人家当小啊 就是压在了白房子 哼 多半是下了白房子 怎么说呢 小福子既是 像你刚才告诉我的 嫁过人 就不容易再有人要 人家买一太太的要整货 那么 大概有八成 他是下了白房子 我快六十岁了 见过的事多了去了 拉车的壮士小伙子 要是有个一两天 不到街口上来 你去找吧 不是拉上包月 准在白房子趴着呢 咱们拉车人的姑娘媳妇 要是忽然不见了 总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儿去了 咱们卖汗 咱们的女人卖肉 我明白 我知道 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 不盼着她真在那里 不过 查来 水喝碗热的 翔子一气 跑到西纸门外 溢出了观箱 马上掘出空旷 树木削瘦地立在路旁 枝上连只鸟也没有 灰色的树木 灰色的土地 灰色的房屋 都静静地立在灰黄色的天下 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 看见那荒寒的西山 铁道北 一片树林 林外几间暗屋 箱子算起着 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 看看树林 没有一点动静 再往北看 可以望到万生园外的一些水地 高低不平地只剩下几颗残谱败围 小屋子外没有一个人 没动静 远近都这么安静 她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 她搭着胆往屋子那边走 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 新挂上的 都黄黄的有些光泽 她听人讲究过 这里的妇人 在夏天 都赤着背 在屋外坐着 招呼着行人 那来照顾他们的 还老远地要唱着谣调 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 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 难道冬天此地都不做买卖了吗 她正在这么猜疑 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 露出个女人头来 翔子吓了一跳 那个人头 猛一看 非常像虎妞的 她心里说 来找小福子 要是找到了虎妞 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 傻乖乖 那个人头说了话 语音可不像虎妞的 嗓子哑着 很像她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 雅儿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那个女人活一铺小炕 炕上没有席 可是炕里烧着点火 臭气哄哄的非常的难闻 炕上放着调旧被子 被子边和炕上的砖一样 都油亮油亮的 妇人有四十来岁 捧着头 还没洗脸 她下面穿着条夹裤 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 没劲扭扣 翔子大低头 才对付着走进去 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 小棉袄本没扣着 胸前露出一对极掌极大的奶来 翔子坐在了炕炎上 因为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 她心中很喜欢遇上了她 常听人说 白房子有个白面口袋 这必定是她 白面口袋 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 翔子开门见山地问她 看见个小福子没有 她不晓得 翔子把小福子的模样 形容了一番 她想起来了 有 有这么个人 年纪不大 好露出几个白牙 对 我们都管她叫小嫩肉 她在哪屋里呢 翔子的眼 忽然睁地带着杀气 她 走完了 白面口袋向外一指 吊死在树林里了 怎么 小嫩肉到这以后 人缘很好 她可是有点受不了 身子挺单薄 有一天 掌灯的时候 我还记得真真的 因为我同这两三个娘们 正在门口坐着呢 哎 就是这么个时候 来了个逛低 一直奔了她屋里去 她不爱同我们坐在门口 刚一来的时候 还为这个挨过打 后来她有了名 大伙也就让她独自个儿在屋里 好在来逛她的绝不去找别人 呆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吧 客人走了 一直就奔了那个树林去 我们什么也没看出来 也没人到屋里去看她 赶到老茶干跟她去收账的时候 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 赤身露体 睡得才香呢 她原来是喝醉了 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包下来 自己穿上 逃了 她真有心眼 要不是天黑了 要命她也逃不出去 天黑 她又女扮男装 把大伙都给蒙了 马上老茶干派人四处去找 哼 一进树林 她就在那儿挂着呢 摘下来 她已断了气 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 脸上也不难看 到死的时候 她还讨人喜欢呢 这么几个月了 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也没有 她不出来唬下人 多么人意 翔子没等她说完 就晃晃悠悠地走出来 走到一块坟地 四四方方地种着些松树 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 阳光本来很微弱 松林中就更暗淡 她坐在地上 地上有些干草与松花 什么声音也没有 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 扯着长生悲叫 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 她知道 可是她的泪一串一串地往下落 什么也没有了 连小福子也入了土 她是要强的 小福子是要强的 她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 她已做了吊死鬼 一领袭 埋在乱丝港子 这就是努力仪式的下场头 回到车厂 她傲睡了两天 绝不想上曹宅去了 连个信也不必送 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 睡了两天 她把车拉出去 心中完全是快空白 不再想什么 不再希望什么 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 肚子饱了就去睡 还用想什么呢 还用希望什么呢 看着一条瘦得出了冷的狗 在白鼠挑子旁边 等着吃点皮和须子 她明白了 她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 一天的动作 只为捡些白鼠皮和须子吃 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 什么也无须忽想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 可是到现在 人还把自己的同类 驱逐到野兽里去 翔子还在那文化之城 可是变成了走兽 一点也不是她自己的过错 她停止住思想 所以就是杀了人 她也不负什么责任 她不再有希望 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 坠入那无底的深坑 她吃 她喝 她嫖 她赌 她懒 她狡猾 因为她没了心 她的心被人家摘了去 她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 等着溃烂 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冬天过去了 春天的阳光 是自然给一切人的衣服 她把棉衣卷八卷八全卖了 她要吃口好的 喝口好的 不必存着冬衣 更根本不预备着 再看见冬天 今天快活一天吧 明天就死 管什么冬天不冬天呢 不幸 到了冬天 自己还活着 那就再说吧 原先 她一思索 便想到一辈子的事 现在 她只顾眼前 惊艳告诉了她 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 明天成绩着今天的委屈 卖了棉衣 她觉得非常的痛快 拿着现前做什么不好呢 何必留着等那个一阵风便 噎死人的冬天呢 慢慢的 不但是衣服 什么她也想卖 凡是暂时不用的东西 都马上出手 她喜欢看自己的东西变成钱 被自己花了 自己花用了 就落不到别人手中 这最保险 把东西卖掉 到用的时候再去买 假若没钱买呢 就干脆不用 脸不洗 牙不刷 原来都没大关系 不但省钱 而且省事 体面给谁看呢 穿着破衣 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 这是真的 肚子里有好东西 就是死了也有些有水 不至于像个饿死的老鼠 翔子 多么体面的翔子 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 脸 身体 衣服 她都不洗 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提一回 她的车也不讲究了 什么新车就车的 只要车份小就好 拉上买卖 稍微有点甜头 她就中途到处去 坐车的不答应 她会瞪眼 打起架来 到景区去住两天 才不算一回事 独自拉着车 她走得很慢 她心疼自己的汗 急着走上班车 要是高兴的话 她还肯跑一气 专为把别人落在后边 在这种时候 她也很会掏坏 什么横切别的车 什么故意拐硬弯 什么别扭着后面的车 什么抽冷子 嗓前面的车一把 她都会 原先她以为拉车 是拉着条人命 一不小心便有 摔死人的危险 现在 她故意地耍坏 摔死水也没大关系 人都该死 她又恢复了 她的静默寡言 一生不出的 她吃 她喝 她掏坏 言语是人类 彼此交换意见 与传达感情的 她没了意见 没了希望 说话干嘛呢 除了讲价 她一天到晚 老闭着口 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 与吸烟预备的 连喝醉了她都不出声 她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 几乎每次喝醉 她避到小福子 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 哭完 她就在白房子里住下 酒醒过来 前进了手 身上中了病 她并不后悔 假若她也有后悔的时候 她是后悔当初她干嘛那么要强 那么谨慎 那么老实 该后悔的全过去了 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现在 怎能占点便宜 她就怎么办 多吸人家一只烟卷 买东西使出个假童子去 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 拉车少卖点力气 而多争一两个童子 都使她觉得满意 她占了便宜 别人就吃了亏 对 这是一种报复 慢慢地再把这个扩大一点 她也学会跟朋友们借钱 借了还是不想还 逼急了她可以撒无赖 初一上来 大家一点也不怀疑她 都知道她是好体面讲心用的人 所以她一张嘴 就把钱借到 她利用着这点人格的残余 到处去借 借着如白简 借到手便顺手花去 人家要债 她会做出极可怜的样子 去要求宽限 这样还不成 她会去再借二毛钱 而还上一毛五的债 剩下五分 先喝了酒再说 一来二去 她连一个童子也借不出了 她开始去骗钱花 凡是以前她所混过的宅门 她都去拜访 主人也好 仆人也好 见面她会变一套黄 骗几个钱 没有钱 她要求赏给点破衣服 衣服到手马上也变了钱 钱马上变了烟酒 她低着头思索 想坏主意 想好一个主意 就能尽比拉一天车还多的钱 省了力气 而且尽钱 她觉得非常的上算 她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马 远远地等着高马出来买东西 看见她出来 她几乎是一步便赶过去 急动人地叫她一声高大嫂 哟 吓死我了 我当是谁呢 翔子 你怎这么样了 高马把眼都睁得圆了 像看见一个怪物 甭提了 翔子低下头去 你不是跟先生都说好了吗 怎么一去不回头了 我还和老程打听你呢 他说没看见你 你到底上哪了 先生和太太都只不放心 病了一大厂 差点死了 你和先生说说 帮我一步 等我好力拉了再来上工 翔子把早已编好的话 简单地 动人地 说出 先生没在家 你进来见见太太好不好 甭了 我这个样 你给说说吧 高马给他拿出两块钱来 太太给你的 嘱咐你快吃点药 是了 谢谢太太 翔子接过钱来 心里盘算着上哪开发了他 高马刚一转脸 他奔了天桥 足完了一天 慢慢地把宅门都串进 他又串了个第二回 这次可就已经不很灵验了 他看出来 这条路子不能靠长 得另想主意 得想比拉车容易挣钱的主意 在先前 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 现在 他讨厌拉车 自然他一时不能完全和车断绝关系 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暂时对付三餐 他便不肯去摸车吧 他的身子懒 耳耳朵很尖 有个消息 他就跑到前面去 什么公民团联 什么警院团联 凡是有人出钱的事 他全干 三毛也好 两毛也好 他乐意去打一天棋子 随着人群乱走 他觉得这无论怎样也比拉车强 挣钱不多 可是不用卖力气呢 打着面小齐 他低着头 嘴里叼着烟圈 似笑非笑地随着大家走 一声也不出 到非喊叫几声不可的时候 他会张开大嘴 而完全没声 他爱惜自己的嗓子 对什么事 他也不想用力 因为以前卖过力气 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 在这种打击呐喊的时候 射若欲见点什么危险 他头一个先跑开 而且跑得很快 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 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 为个人努力地也知道 怎样毁灭个人 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请订阅专辑 并关注主播妙语同行 下集精彩继续 感谢 请订阅判 bandwidth